综艺天王吴宗宪28日在台北小巨蛋首次攻蛋,圈内许多好友到场助唱,不过最令人好奇的是,他和周杰伦是否有机会在演唱会上合体。 不过周董今晚在徐州开场,人虽味道但情异道,但他也和方文山联合署名送上祝贺花篮,借求大写者Jackie,花牌上子写者出心不忘,情感不散,祝献哥,修比都比再次发热发光。 周杰伦和吴宗宪因习铁风波一度闹僵,试图情17年,但周董多次在访问时提到吴宗宪当年提拔,日前更挨急喊话,为献哥和修比都比演唱会加油,被一世试图破冰的前奏,更令人好奇吴宗宪两天演唱会上周董是否真的会到场。 不过周杰伦28日在徐州开场,克兰首场是无法看到他身影,不过他人未到,借情一到,送上花篮祝贺,更写下出心不忘,情感不散,似乎想再次修补试图情。 而除了周杰伦之外,吴宥天,蔡依林,肖敬腾,罗志祥送上花篮祝贺,谢金燕跟经纪人求救更写下献哥干得好演唱会大成功,还退一放大干字并加红色加粗,想幽默一番。